各位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在气候紧急的时代 用电量持续在破表 面对停电缺电 除了刹了一弹 其实我们还可以随手这样做 今天在节目里面为各位请到的来宾 他在电话线上接受我们的远距采访 他是台大风险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王逸洋 哈喽逸洋 哈喽陈伟 哈喽主持人你好 我是逸洋 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分享 欢迎 我们其实相当多的这个听众朋友 可能都对于就是我们在疫情正紧绷的那几天 竟然还发生了全台的大停电 就是大家所说的513大停电 以及517大停电 那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 在观察说 这个是一种最坏情况的叠加 可能是难免偶尔才出现一次 还是有可能是未来的日常 我接下来在节目的上半段 这一件事情要跟逸洋来一起聊一聊 我还记得在513停电的那一天 因为当时的停电达到了五个小时 所以有人受困在电梯啊 然后红绿灯停摆 路口的交通大乱啊 那室内酷热难耐 可是不到一周五月十七号 又发生了停电 大约一个小时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知道台大风险中心 特别对这两次的停电 那出了一份就是研究的报告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啦 主要还是说 啊原因是什么样啊 嗯 好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513跟517 我们会想好奇说 这停电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那我觉得有一个字要highlight起来 就是分别这两个字 就是看起来听起来 它是各自的原因 确实实际上也是各自的原因 像513停电是因为高雄附近 那个新打电脑附近的超高压变电所 人为操作事物是引起 那517是停电 是锅炉燃烧管理系统的模组故障 导致停机 两起停机停电的原因不一样 所以他们原因上面会说分别 不过这两起停电 在三个背景条件上面是相同的 第一个刚好 对刚好在他们原因不同 但是说分别 它可以也给 前大前提上 却有一些大前提相同 了解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许多机组 他刚好在安排在税修 在检修中 就是因为每一年 大家大概都会在一年前安排 就是说大概今年5月 可能用电还不是最急迫时段 我们可以安排哪些机组 做维修做检修 那第二点就是 刚好就是说 除了很多机组在检修 没办法支援以外 那突然我们缺水 这个5月那期间 还剩我们大缺水期间 所以我们遇到停电 有机组出状况的时候 水利也没办法支援多少 那再来第三个很大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那个月的 尖峰用电非常的高 就是这三点有一个大影响 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税修检测跟税修检测 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缺水跟尖峰用电 特别高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天气 是相当有关系的 对吧 对 后两者就是受 气候变迁所影响 对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 今年5月的尖峰用电 是非常可怕的 那首先我们看去年 用最高尖峰用电 那天在7月 7月那天的顺时尖峰负载 顺最高那瞬间 大概是37 383MW 这已经蛮惊人的 但是去年1月的最高峰 我们居然在今年5月就被破了 是 对 5月17号当天 它顺时尖峰的MW 负载 它达到37442.2MW 那是一口去刷新 历年5月的纪录 是 对 然后同年的5月 同年同月的5月28日 这个纪录又被刷新 所以就是说这个 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当然不是说要大家说 我们说一定要 只要刚好我们节能 在我们节能的话 我们遇到机组跳机 或者超速失误就不会再停电 并不是这样的 只是说要强调说 我们显著的尖峰用电量 在必然会在电力系统发生意外的时候 会加剧它的严重性 也就是也是一种降低我们 在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 所以这个地球越来越热 事实上目前相当多的气候的灾难 都跟我们地球越来越热有关 那既然我谈到的是地球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这状况不会只有地球上的一个国家 我国所独有 其实在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也是会碰到的 对 就是全球暖化 大家就知道是 其实我觉得要取最严重的case 受气候变迁影响 然后同时是在供电系统上的case的话 那我先当然是 就是今年2月的德州大停电 是 它跟台湾的5月停电比较不一样的是 台湾5月停电 这次比较是间接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因为主要原因还是人为操作失误 跟那个电厂跳机 但是德州大停电 它很明显的 就是直接受到极端气候影响所造成的 对 它在 那它持续了70.5个小时 然后它在这个停电事故当中 大概450万户家庭跟企业停电 然后供水 食物链和网路通讯都断掉 它大概损失1290亿美元 然后有将近50个人身亡 非常的严重 那为什么会 气候变迁是怎么造成这一次的一个 那个大停电 就是低温 那时候除了低温造成当下的电力需求爆表以外 然后造成很大的那个 它当下 低温造成当下的电力需求爆表 进而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然后另外就是说 美联社它国外的新闻有提到 德州它的供电系统当初是设计就是说 我们就是规划之后以气候转换稳定 就是他们的气候 那个季节变化 规定稳定的状况下来预测为基础 但是他们当初并没有把极端气候的长期影响 和极端气候的那个突然突发了一个短期冲击 考虑进去 嗯哼 那对这是相当严重的 那他们其实就是说 电厂设备根本没办法应对极端的低温 然后如果当下的话 他们如果不停止电网运转的话 那可能会更麻烦 就会冒着整个德州电网期崩溃的风险 所以这是就是 当然不只是说德州大停电 但是这是最近比较显著的一个案子 直接气候变迁 不是像台湾这样间接影响 是直接冲击到整个供电系统的一个大问题 是因为电力其实是现代生活所必须的 也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当时这个德州的案例 这样子的惨烈 就是因为我可以理解为 就是相当多人在使用供暖 暖气的设备 然后使得用电量暴增 那之后的一连串的那个连锁反应是 甚至并且加上 并且加上本身的那个电厂 它承受不了这样的低温 用电量暴增之外 又电厂承受不了这样的低温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电厂它这一种所谓的 公共建设 它常常是以它的寿命 它的规划 常常是数以十年计 通常一个电厂用个二三十年 是相当常见 而且普通的状况 所以说 或许在三十年前 没有设想到今天的极端天气 可以这么的凶猛 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角度 例如台大风险中心 也提出来了不少的建言 要怎么样来 调试气候变迁 能冲击到能源呢 对 好 那谢谢主持人 那刚好就是像您提到 我们当初建立一个电力系统 可能都是几十年前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五月的大停电 其实他们安排税修 就是早在一年前就要安排 那连一年后的事情 他们都没办法去 做个精准预测 对 结果那几十年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是相当让人伤脑筋的部分 对啊 那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说 大概听起来很 这不是冠冕堂皇 但是首先第一个点是说 最根本还是要从气候变迁解决 我们大家要对抗气候变迁解决 当然这是很长远的事 就算大家国际全部 大家都达到净零排放目标 那也是2050年的事 这几十年间我们电力系统 是不是又不知道要受到多少事 极端气候的攻击 所以那这道题确实是蛮有难度的 那我之前也有拜读 像是中山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的教授 那个卢展南教授 他就有说 我们其实我们一个电力系统来说 他要完全在极端气候之下 不要受到 对抗气候变迁 不受到伤害 其实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他说与其是 他不是 他没有这样说 他就说 对确实是说我们 没办法说让整个 就是 叫加固我们的电力系统 以适应极端天气 就是说让他完全不受到损害 这个不太可能会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电网的韧性才是关键 韧性的话 对 电网的韧性 韧性这个字 就是大家都知道 英文是resilience 我们又可以把它翻作恢复力 也就是说电网 对 就是其实我们风险中心 还有一些单位习惯 翻成resilience 就是翻成韧性 但他更简单的意思 就是恢复的一个能力 是 听众朋友 这个韧是强韧的韧 请继续一扬 好的 谢谢补充 那就是 所以也就是说 电网韧性他的 我相信他的重点 并不是在 并不只是在避免 极端气候天气 造成的损害 这不是他主要的 focus的地方 他就是说 电网的韧性的重点 是在发生损害和中断后 我们要怎么用最快时间 来恢复他的运作 因为就是说 既然我们没办法 预测精准预测 极端气候什么时候来 然后他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那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韧性这一块 想办法 恢复力 恢复力 把它变强 变得有效率 对 那这时候电网的一个 调度系统 看他的除脸系统 就非常重要 那我也可以 就是我也来 现学先卖一下 就是 虽然之我不是电机专业 但前一阵子 我们中心有像 林法正教授 请教过 一些他的一些见解 他说 对于就是 当然他也是说 教我们要 我们的了解上面 也是说 我们要强化电力 系统的任性 那调度面向上面 真的是很重要 那针对 才是五月的庭建 林法正老师 也有撰文过 写说 其实调度真的不简单 对 林法正 对不起 打断您 林法正教授 听众朋友 他是中央大学 电机学院的院长 那他其实也是 台电公司的董事之一 对不起 打断易洋 请继续 没事没事 对于调度 对 调度这一块 谢谢主持人 补充 对我讲太急了 对 林法正老师 他就说过 调度其实真的不简单 他大概就像是 我们的头脑 脉搏 跟神经 末超神经末端 一个一整套关系 相当复杂 像是台电的控制 跟调度中心分为三级 中央调度中心CDCC 区域调度中心ADCC 还有配电调度中心DDCC 那当然就是说 台电的CDCC 就是中央跟区域调度中心 它是几乎与世界同步的 然后这次系统上面表现也很好 那配电调度中心 最末端的DDCC 配电调度中心 虽然也没有 它还有进步空间 但是也跟这次的一个停电事件 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所以就是说 虽然说这一次 跟这次这一套调度系统 就是很重要 然后虽然说 跟这次的停电 没有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是想 根据林法正老师的见解 我们认为 调度系统的一个改善 跟强化 在未来面对极端气候的时候 他们这还是 就是说台电的这套系统 还是关键所在 了解 当然就是其实这次调度系统 在这次五月停电 已经发挥它的一个应变效果 虽然大家会说 这次出了事之后的事后补救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像是中央调度 区域调度 还有那个末端的配电调度 他们整个的系统的协调 跟配合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它上面的能耐 那现在可以做什么改善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 就是调度系统上面 之前林法正老师建议 就是说 我们还有之前我们学长 写到研究有提到 我们要尽快完成 所谓的ADNS 就是先进配电管理系统 对 那这个ADNS 其实我因为我不是专业 我也觉得听起来有点复杂 它主要就是说 这个系统建置好之后 它可以掌握我们台湾可以掌握 台湾21个电力区域的 即时使用情况 那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是因为这个系统导入之后 整个这个ADNS 所谓的溃线自动化功能之后 它可以降低 就是因为临时变压的变动 所带来的冲击 然后 对 在这个ADNS系统建置完成之后 它也会可以发生 会即时监控 收集线路现场运转行情 跟事故资讯的功能 在回 就在那个回馈给那个 就是中央调度中心 在回馈给 对 就是回馈给那个 就是调度的一个中枢 这样子 了解 所以这一套系统 先进配电管理系统 林法正教授有提到说 它是不是已经正在建置了 还是说这个东西 它可能还在演你 还在纸上谈兵 对 这一点就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我那时候 我是 我没办法更新到 到8月为止 但在我5月写那篇 我跟王瑞 跟博士后研究员 写那篇 停电事件部的时候 那时候的话 我们follow到 就是说 目前规划 ADNS的状况 就是说 它尚没办法跟 相对应 辅配电的充电站 除能 绿能 还有智慧变头器 跟这些 这些 就是端点 没办法 都还没办法掌握到 OK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我们也没办法 掌握到全部抵押 用电的需求 所以ADNS 就5月 我们更新到资讯 还是有 还是没有发展 起来的 还需要一些时间 了解 对 对 是 那关于这个 就是如何 让我们的 能源部门 可以更能够 因应气候 不止变迁 还紧急 这个 异样还有什么 要补充吗 确实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提到 听到民众会说 我们针对民众 差别取价合理吗 用电的不都是 那些工商业大户吗 他们用电也很凶 那这里 我觉得有两点 可以厘清 首先 第一点的话 就是 夏季电价 其实无论是针对 一般住宅 还是营业用 其实它都是有差别取价的 是 那 对 那其实 都是一样 那第二点 就像是 主持人刚刚问的一样 民用跟工商大户 它用电量占比是多少 那其实 当然就是根据 我们风险中心前辈 然后还有 像是赵家尔学长 还有一些研究 就是跟进去 台电统计的话 低压用户 其实低压用户 就是这种 我们住宅部门的话 低压用户 对系统尖锋负宅的贡献 其实就已经达五成了 OK 而不是就是说 对啊 就达五成 所以 以2017年来举例好了 虽然工商业 他们大户 他们在用电量占比达七成 达很多 但是其实在真的 尖锋用电的时候 他们也是占五成 就是住商部门 就是民众 我们就是 低压用户 像我们民众这边 贡献大概达五成 然后用电大户那边 他们贡献 也是 尖锋贡献也达五成 所以我们住商部门 包含小 就是用电量 没有那么高的商家 还有我们民众 就是住宅的话 其实我们的节电 对于夏天来说 其实还是 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夏季用电的电价 一度电的价钱 可能会是多少呢 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 像是我们住宅用的话 不要算 不要看经典 因为经典夏季电价 就是有临时 因为疫情取消 那我们看从过往的话 120度以下的话 一样是没有变动 那住宅 那我们民间 如果你有用到 121度到330度 就是你每个月用到 121度以上的话 它大概 一度电的话 会是2.38元 那非夏天 不是在夏天的话 它是2.10元 对 那落差的话 这样住宅跟营业 目前还没办法做比较 我们可能要把 每月用电弄到 331度以上的话 住宅跟营业 才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331度电的话 那首先331度电以上 夏天 住宅夏天的话 是3.52元 那非夏天的话 是2.89元 就有个差别取价 那营业用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 如果你每个月 用到331度电以上的话 那你每 就是你 夏天的话 一度电大概是3.55元 所以夏天的话 是2.91元 那可是其实不好意思 点是说 我用口述的话 我有时候讲话 有点寒乳蛋 可以推荐大家 直接去Google 去Google 台湾电力公司 电价表 他们上面会写得 很清楚 大家去谈 是 对 对 因为我现在讲的话 大家听起来 可能会稍微淋乱一点 因为资讯量比较多一点 那图表的东西 可以推荐大家 就是去那个 直接可以上网去看 对对对 了解 了解 我们其实常常听到 大家会在那边 口耳相传 但是不一定正确 就是说夏季用电 比较贵 所以洗衣服 就深夜洗吧 这其实是 时间电价的概念 所以说夏季用电 不是时间电价 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对吧 对 就是常常有会听到说 夏季用电 有一个都市传说 夏季用电 你在晚上洗衣 比较便宜 对啊 那有时候会说 其实这是 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但是要讲清楚一下 要厘清一下 其实不管 只要你有申请时间电价的话 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在夏天 挑晚上深夜洗衣服 都会比较便宜 那我就要像 就是像主持人刚问一下 我想先介绍一下 时间电价跟夏季电价的差别 那夏季电价你顾名思义就是 就是我一年挑几个 那个挑几个月 让你的电价收比较贵 那名字上面 也从名字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时间电价 就是指我一天内 哪些时段 我的离风时段用电 会比较贵 所以其实就是 所以像刚刚说的 那都市传说可能发生 但是那并不是因为 跟夏天有关 只要说 你如果有去向台电 申请时间电价的话 那不管是说 你是不是夏天 挑离风时段用电的话 都是会比较便宜的 是 那对 像他当然就是说 至于你如果用时间电价 这个机制 到底会不会有没有 比较省钱 也不一定 那就要看大家的用电习惯了 像举例来说 前一阵子 像前一阵子受疫情影响 大家都待在家办公 用电吹冷气的话 你整天都开冷气的话 那时间电价都不太会有效果 那在之后可能 对啊 在之后大家都慢慢回 回办公室上班之后 我回家 下班回家之后 每几个小时 大概就到十点的离风时段 那时候 诶我们就可以去向台电申请考虑 用时间电价 不过这也是针对我这种 北漂的单身上班族 可以这样用 这只是几个例子 对啊 所以这是 就是刚好可以向这个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这样提问 了解 就是时间电价跟夏季电价 是可以 对是可以去 就是应该要去分开来的概念 是 不过比起这个许多人 说的爱地球啊 地球只有一个啊 这一类的道德呼吁 其实棒子和胡萝卜 有时候可能更有它的威力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在谈到这个夏季的 电价提高啊 还有就是电力拉紧报 我们可以具体透过就是电价提高 来得到一个 可能大家会比较愿意节电 这样子的结果 还有没有更积极的做法呢 对 谢谢主持人 像刚刚就是 其实我们用电价 夏季电价来 来让民众去吃着把它省电 这比较是 其实这比较算是消极手段 那如果我们说要积极手段的话 那就是一些奖励机制 所以我们有哪些管道可以寻求 像是中央啊 地方啊 台电啊 他们都会举办一些节电奖励的活动 比如说今年新北市 他们就有办节电比赛 公告写说 我们组团参赛 听起来蛮酷的耶 就是好像在打电视一样 主团参赛 几组就是几组电号一起参加 这样子 像是四名组的话 他第一名有八万人超商礼券 虽然说八万听起来蛮多 虽然说一组 他们是十个 一组里面有十组电号就十家 然后分一家一家 就算拿冠军也才八千元礼券 仔细想想 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 听起来没有很厉害 但是其实我们节电本来就是在省钱 然后省钱的 我们还有顺便还有机会拿奖励 一加一点我觉得 其实多半这种比赛还不错 是 那对啊 那假如说我不住新北呢 那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奖励活动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登陆台电的节电奖励活动 那期间到今年底还来一起 就是你去对 到还来一起 现在还有几个月时间 大家还来继续登陆 很简单 就是你去Google直接打台电公司 110年节电奖励活动就好了 你就可以找到他的专业 然后他登陆方法 还蛮直接化 就keykey点一点就好了 就鼓励听众大家去了解一下 对 好的好的 对啊 那当然是说对于台湾现有节电奖励机制 有没有空间 我觉得当然有啦 就是这种活动永远不嫌多 而且其实现在也还没有算非常多 对啊 就是我觉得可以当做胡萝卜的一个东西 就是像这些奖励机制多多益善 如果我们把那个眼光放眼到国际来看的话 各国他们对于夏季用电的节电的策略 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台湾可以来效法 或可以来尝试的 对 那其实 谢谢主持人 那要不要夏季用电 那我们要不要参考哪个国家要夏季用电 其实有时候真的要以国家而定 那因为就是说不见得所有国家 他们都会针对夏季用电进行节电策略 因为像大家都知道 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冬天很冷 他们冬天其实也是用电高峰 对 对 他们其实最近他们 最近他们夏季用电的概念 可能夏季用电量高的概念起来 也是近几年 像是巴黎有热浪什么 也是近几年气候变迁的事 所以其实相信他们有很多国家 他们在针对用电尖峰的处理 他们不见得只会针对夏季进行节电策略 他们可能是 就是更广泛的说 我们要怎么去做节电这样子 对 对 对那对像是举例来说 德国啊还有像是新加坡啊 当然可能有些民众听众会不喜欢听 但是其实真的比较真的很有效果的一个节电策略 那就是提高电价 哦 是 对 而且立竿见影 是是 确实是 对因为听众朋友 其实台湾的电价是世界上面数一数二低的电价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节电社会 说一句坦白话 好像这个有为人性 因为想说电价那么便宜嘛 请继续一扬 对所以就是 对 谢谢主持人刚刚补充 那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 夏季用电要参考哪个特定国家的话 那我想先提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学术的概念 它叫做需求面管理 哦 对 它叫Demain Style Management 它叫简称DSM 这个概念大概 就是需求面管理的概念 大概在2012年 就是欧洲 欧洲它先透过一个指令 来做一个推动 那需求面管理 它比较是一个像专业的一个名词 那它的部署 对应对全球能源挑战来说 是蛮有潜力的 OK 对 它具体而言 对 你请 对不好意思 那更精确的讲 需求面管理能够冲击整个能源系统的运作 冲击能源的交易 以及甚至间接冲击我们生活的一些环境周遭 那像主持人是想问说 它具体算是怎么样一个 对 形式来 是 那是 那其实它 就是它蛮广泛的 因为它是一套系统 那各自的国家有各自要设定的 各自设计的一个需求面管理 去可以各自国家 会有自己一套需求面管理的系统 那我们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在做需求面管理 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时间电价 夏季电价 还有一些 就是还有刚刚像鼓励 像是刚刚讲的 鼓励用电的减少用电机制 那个都算需求面管理 所以我觉得需求面管理很棒的地方是说 它是整个 它是涉及很多利害关系人的一套 一个概念 所以它不是单纯就是由上而下 或是由下而上 就是说一定由政府来做 或是由一定人民来发起 它很重要是我们所有利害关系人的 搭配跟协调 所以我们能做像是政府跟台 比如说政府跟台电 他们会要怎么样在试着 用什么样的配套来吸引我们节电 比如说时间电价 夏季电价 需量反应 那还有没有什么机制 他们可以继续去做努力 那我们民众的话 虽然就是说 我们民众没办法在政策影响力 政策上被发挥太多影响力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 像是积极申请时间电价 或者多用 那对啊 我们用地 我们也在用社会电表 尽可能把我们用片习惯 回馈给发电端 回馈给台电 回馈给中央 就是我们影响力很微小 所以就是说 就是在需求面管理方面 我相信是国际 甚至是整个台湾 应该都在往正确的方向在走 只是快慢的差别这样子 还有没有什么异扬想要补充 想要补充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那我想提一个 这个不算是跟就是背景或专业什么有关 就是一个个人的观念的一个 这个Share就是一个个人浅见啦 我觉得就是一个价值性原则的概念 可能会有点主观 就是无论有没有夏季电价机制 或是有没有节电比赛 或节电奖励这些诱因 其实我们本来就都应该要做好节电的部分 不管电价贵不贵有没有钱拿 这就是我们本来就该做好的事情 如果这在当下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那我想我就应该去做 这样举个例来说 假设我们在节运上面看到有生长者或孕妇 其实无论我有没有坐在博爱座上面 其实我都可以去让位 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 而不是因为有后来追加 有博爱座这个机制 我才会去做这件好事 这是我一个想要补充的地方 是是 而且听众朋友其实 这个能源部门 就是它是各式各样的耗电的 这个部门里面 它的排碳占比是数一数二前面的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排碳多 其实大家就可以转化成 它会是造成地球暖化的重要原因 可是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用电又是现代生活的根本 它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免陷入在一个两难当中 因为我们生活不可能退回到原始 但是我们又希望我们继续前进的 这个人类的文明科技 不要受到了就是气候紧急而来的极端天气 所带来的灾难给摧毁 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回到一个 从个体就做得到的 那就是节点 它好像已经不止价值的选择 就是你要不要选择这样子的方式 它某种程度可能变成在地球暖化时代 我们的地球公民的性格的一环了 我想这就是易养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对吧 对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 也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一同一时间 我们在这个NITS Radio再会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